球场们持续在J 尤其在昨天 大家又开始重新关注的是 在这个投手区附近 长起了香菇 杨明哥 我想其实这个词 心词很不错啦 是姑息养奸嘛 但是其实 我们就来看看那些年 我们哪一些有关键性的呢 香菇培养场 天堂路 废弃物掩埋场 还有蓄水池 你知道他们之间的共通点是什么吗 他们都在新竹棒球场 一个球场可以有四个场所 一次满足 但是我也们来念念 营造厂商的说法 他说是因为这个 球场停工的关系 所以胃除虫除菌 才会导致这样的发生 当然连翁达瑞也跳下来了 说全世界有不积水的棒球场吗 鸡蛋里面挑骨头 他骂的是高宏安 但是近期其实根本没下雨 而且如果他的排水这么不佳 才有可能导致 整个环境潮湿到长香菇吧 我们非常感谢翁达瑞老师 再一次的让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秀下线 可以到什么样的程度 他去年林哲轩受伤的时候 他说哪一个球员不受伤 哪一个球场没有球员受伤 还说什么大联盟 每一场球赛都有人受伤 不对这样不行 因为最新的消息是林哲轩 已经重返球场了嘛 好了吧 好了吧 没有报销 对啊 报销一记而已 还有吧 报销一记而已嘛 对不对 你要知道林哲轩他本来目标是今年要下个礼拜登场的经典赛 他是想要第三度入选国手 对 你知道最近 你知道那个我最近刚好因为脸书刷刷那个动态 突然跑出一个林哲轩在2017年经典赛打出两分炮的那个画面 而且是在大联盟的官网秀出来的 那是在一月份的那个大联盟的这个 这个脸书的等于说回顾过去经典赛的一些精彩画面 其中就包括林哲轩的两分炮 那你就可以想象 对一个选手来讲 他不是受伤 报销他的一个职棒球技 更重要是对于他来讲 我们这一次老实说 如果今天以他的34岁的年纪 34到35岁 理论上是他最后一次的入选国手的机会 可是他没有办法做到 所以对他来说这种除了身体的受伤的损失之外 更重要是他那心理上的 昨天他这个重回热身赛 然后呢这个打了两个打数 集出一支安打 那得了一分 看起来好像还不错 可是不要忘记哦 未来你要去想未来林哲轩真的还敢在外野铺街吗 他在手背上的挑战 其实还有很多心理障碍要克服 未来尤其他如果有一天他再回到新竹球场比赛的时候 那当然也许他的职棒生涯 这个都不太可能回到新竹球场去比赛 因为新竹球场可能要改善好一段时间 但是这个我觉得对一个球员来讲 翁达瑞的这些言论都是一个最low的 然后呢最没有水准的一种说法 包括其实我觉得那个蓄水池用的不好啦 要讲致红池 林志坚的致 沈慧弘的红 致红池哦 好可怕 对然后呢因为他是水 只要留在那边哦 他就退不去 而且呢不下雨都会积水 那这个很荒谬嘛 讲什么棒球 哪有棒球场不积水的 不是啊 每个棒球场没有错户外的哦 这个如果是户外球场 如果下雨哦 会积水没有错 但是多久会排掉 不是不积水是排水 是排水的问题 而新我们的新竹棒球场得天独厚 全台湾唯一一座 地下还有停车场的棒球场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 他的整个排水系统 根本没有办法发挥功能 因为全部就积在那边 全部没有办法排下去 他的这个停车场 不知道怎么盖的 然后呢他们现在讲 那叫五星级的停车场 但是现在看起来只是一个 变成说你下面 一般来讲正常的球场 下面就回到我们的 一般的土壤层 所以水下去之后 理论上是会回到 所谓的地下水层的 但是新竹棒球场 现在因为它地下有一个 一个停车场 会不会因此导致 整个排水受到阻碍 原本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2014年的时候 在林志坚还没有当选市长的时候 新竹棒球场曾经做过一次整修 2013年做过整修 当时包括什么李延会 这些民进党的议员 曾经就质疑说 哎呀你整修完新竹棒球场 排水还是不好 曾经过去他们这样质疑 结果现在当他们自己当了市长 再重新整建完毕 一模一样的问题还是存在 那就表示当初你们在设计规划的时候 就没有把这个因素考量进去 那为什么一定要盖停车场 这逻辑都里面有非常多莫名其妙的现象 但是12亿的一个工程 我们不管多少是球场 多少是停车场 最后盖出来的成品 就是不符合预期的一个成品 那现在然后呢 这些绿营的朋友 居然还在那边拗哦 说哎呀是你高宏安 不让他开打 你就是想要拿这个来当你的政治利益 拜托是谁 是谁急着让他开打 想要赚取政治利益 结果大翻车 请把去年七月份的事情 我们重新review一遍好不好 是谁急着开打 哎红姐我们做到了 结果呢 总统也去帮你背书 最后开幕两天 这个就关闭了 就重新改善 改善到后来根本没有改善成功 新的市场上来发现 根本不能办经典赛的热身赛 所以呢 现在暂时先重新 我们要重新改善 这就是我们现在台湾的 政治二斗的一个现象啊 感谢我们的网友 何先生的斗内 他说昨天凯翔建议的 新竹棒球场挖掉重盖 他非常的同意 甚至觉得如果真有 大新竹合并的计划 那就不要再原址重盖了 原本的棒球场那个地方 已经不适合做大型活动 每次开赛呢 这个车子难停交通大乱 他可以预言这个棒球场 早晚都要签职的 好我们再把时间还给杨明哥 其实这个球场 目前看起来是不会抄 所谓的整个重盖 打掉重盖 不太可能啦 你耗太多钱了 毕竟你已经花了12亿 在这个上面 那但是呢 目前就我的了解 高宏安他们现在 整个市府团队呢 目标是让营造商 能够改造成他至少能用 像比如说 现在这些这个排水问题 有什么方法可以 至少你要符合 这个工程的规范 包括你的那个土壤的 这个集配 要怎么样符合原始的设计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为什么需要去挖的原因 当初我一直在强调 原本这个停车场 跟球场不应该放在一起的 全台湾没有任何一个棒球场 下面有停车场 是有原因的 因为球场的这个土壤 它是需要 它是需要一定厚度的 当你下面有一个停车场的时候 是不是因为你停车场盖完 上面的土壤的这个土层 就受到限制 所以呢 他们把设计重新改造 很有可能两个是连带的 而且呢 又交给同一个厂商去做施工 所以我觉得这整个 里面有非常多的内部 当初到底是谁主导 去变更相关的设计 包括把这个 这个排水的预算 进行这个缩水 缩到最后不见了 这个都要去 好好的去调查 这个当然除了这个 行政调查 还有司法调查 但目前看起来 司法调查在民进党执政的情况下 恐怕不会动 那这个 这个现在讲到香菇的问题 其实香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确实你今天有土 有草 有湿度 就会长香菇 就这么简单 但是呢 关键 当然你说因为停工了 所以怎么样 可是不要忘记 你要知道 长香菇的地方在哪里吗 它不是我们之前讲的外野 不是投手 它是在内野投手秋这一带 这其实又是一个 很莫名其妙的现象 就说 原来这个场地 内野也有问题 外野也有问题 那到底是怎么样 让它变成一个下面 可能这个水进去之后 排不掉 会变成一个土壤 含水量过高的状态呢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 我们现在要追查 这个球场 到底当初施工 是怎么盖的问题 因为很有可能 你这个最后会导致 什么样问题呢 因为你土壤的含水量 过高的话 未来即便是 到时候如果真的 没有改善这些问题 下一场雨 看起来表面上已经好了 可是呢 土的那个松软程度 很有可能会造成 球员在跑步啊 或什么的时候 就会就会就会 很容易扭伤啊等等的 所以这些都是 攸关于球员球场的安全 这一定要完整改善之后 才能去动工 才能去使用啦 才能使用 那整个我觉得 林志坚他们团队哦 包括 你说像杨林怡啊 他们这些护航哦 都用非常没有水准的方式 来护航 讲一些是是而非 然后呢并非事实的内容 其实我觉得这是 一个我们民主的悲哀啦 就是明明这些 这个整个球场哦 就是你民进党执政下的 新竹市政府盖的 现在却去怪罪 民众党的高宏安领导的市府 说啊不让他使用 不让大家能够 能够不让球民进场 这简直是你知道吗 那个就套一句哦 这个这个林志坚的名言哦 是非可以这样颠倒吗 那其实你知道吗 最近因为台南的这个起诉书里面说 比7哦 比7就是这个什么开枪的意思哦 就是什么枪支吗 比5比5哎 就是这个是非可以颠倒吗 所以以后大家要记得 我们比7哦 是这个意思 那比5就是这个意思好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要监督绝对哦 因为这个运动这件事情 其实本来就不应该分蓝绿了 也不应该分任何的政治色彩 那我们当然这一次 现在也特别选读了另外一则新闻 我不知道官朋友会不会觉得说 但是为什么要检讨 一定要检讨啊 你怎么不能分颜色再检讨吧 我要问一下我们的宏庭议员 现在看到的这个全中运呢 这一次是由新竹县来主办的 最近这两天沸沸扬扬 就是关于他们的这个网球场 在资格赛的时候 就造成了球员的受伤倒地 当然一度有 民众指控说网球场里面 甚至藏有刀片等等的 但事后已经被证实 就叫做误传了 那当然他们现在有确实发现 这个人工球场的草皮呢 草场是摩擦力不足的 那也传出来说 是当天凌晨的时候才完工 然后才验收 就紧急就上了 那上了果然就造成 球员去受伤倒地 连今天我们看到的最新 是这个网球一哥 卢彦勋都发文了 他也觉得痛心且气愤 他甚至觉得自己改变不了体制 以他的力量但是期望至少要提供 给安全的比赛环境给球员吧 这句话直接呼应了当初林哲萱的说法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连网球场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蓝或绿或是白 都应该要好好的注意 因为这两年真的公共安全 就公安年了 所以都会被放大镜给检视吧 我觉得新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想新竹做所谓的这个球场 其实以前新竹线盖的这个篮球场 其实非常好 但是你看这一次 不管是网球场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还有棒球场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于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坦白讲我们最近 我们自己做议员的 我们最近在看很多公共工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最近公共工程很流行一个字叫物条 就是因为所谓的原物料上涨 而造成所谓的这个成本增加 然后很多的厂商他必须要跟政府 就是说我过去跟你得标的这个价钱 在现在因为物价上涨的原因 我做不下去了 你要不就让我倒吧 你要不就是做物条 那物条也是一个基本合法 合情合理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可是这里面就告诉你一件事情 就是在这个整个疫情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所有的原物料上涨 所造成的每一个厂商 他就会引发出他的所谓的道德风险 这个道德风险很简单 就是我要不要偷工减料 我如果我的利润看起来是一定为了 所谓的这个整个的 这个物价上涨而被吃掉了 所以呢好一点的厂商 他就是说那我们就是少赚一点 我们把这事情做好 差一点的其实就像这样 那政府的角色是什么 政府的角色很简单嘛 第一该物条的我们给他做物条 我们给他一个合理的利润 让他们进行去做 我们也保障合法厂商的权益 再来更重要的事情 我也在强调一件事 更重要的事情其实是管理嘛 你可以看到刚才的棒球场 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管理嘛 你看他讲的就是说 之前为什么会涨香菇 他说因为我们这个涨香菇很合理啊 因为我们现在也没有在做 所谓的这个修整啊 我们也没有在做保养啊 等到到时候要用的时候 我们再来做保养就好了 其实一般我们面对球场的这个状况 是这个样子嘛 那这里面就是一个管理面的问题 所以我常常在讲就是说 我们在看一个公共工程的时候 这分两个层次来看 第一看结构 第二看管理 像整个新竹最大的问题 这都是结构问题嘛 就你的设计看起来是有状况的 然后呢你的管理面 你的定期维护这边也都没有去做好 那网球场这件事情现在看起来 到底是结构问题还是管理问题 这里面就插在一个地方 就是草皮的部分 所以我还是强调就是说 现阶段我觉得所有的政府的 这些所谓的真正在做 所谓验收的这些官员们 大家要理解一个状况 因为疫情的关系 因为原物料上涨的关系 我们要比过去花更多的时间 来好好的去盯着这些厂商 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面 他们为了保有他们的利润 他们会面临到一个很大的道德风险 就是他有可能会去投口减料 他有可能在很多的地方 他用比较不好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这是我们要去围堵的 所以我倒认为就是说 你看这一次我们看到 当全中运连网球场都出现问题的时候 当这已经不是蓝 这已经是蓝绿白 好像都有发生状况的这样的一个部分的时候 那大家就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就是 现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必须花更多的时间 更认真的来看 才能够阻止这种悲剧的发生 对 不用钱的补充 穿透了 分枯好穿在地人 求职便利通 求职求财都轻松 求职便利通 便利商店 免费拿免费看 求职便利通 手机也买通哦